哈喽兄弟们,今天首钓鲤鱼又空军了 这半个月了兄弟们,钓鲤鱼都没有给过口 给口了,但不是鲤鱼,撬嘴 但是今天我收获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什么情况,我到地方之后,我今天去的比较早 我六点多钟我就去了 到河边我看了一下,我们经常一块去的老钓友都上鱼了 最多的人钓两条,二斤多三斤那个样子 我说可以啊,今天渔情可以啊 他说每天都可以,每天基本上都种鱼,都有鱼货 我说那为什么我在这里守十几天了,为什么我没钓到鱼呢 他说你来的比较晚,他说现在哈,其他地方 他说不知道,就咱们这条河里面,就现在这个天气 天气忽冷忽热的情况下,早上 现在他说好多钓友三点多钟就去了 天还不亮兄弟们就去了,三点多钟,打个小窝 有的啊,就是在别人前天钓的那个位置,然后不打过 然后用老檀玉米或者内玉米手钓 每次都有收获 然后我说呢,我说你们钓到几点啊 他说钓到六点多钟,七点钟到八点以后就没有口了 这十几天了,他说总结出来惊艳了,所以你看到现在河里面 我们这些手大鱼的老家伙,还有没有 兄弟们,我们这边哈,这几个老钓友说啊 一年四季啊,几鱼不钓 小鱼白条更不钓 他们就是一个人哈,一根杆 专钓鲤鱼,一打四五个窝,他叫上他,叫上他 几个人在那里都是早上去钓 也不夜钓 他说我们现在每个人最少最少的都钓五条鱼了 因为我说可以啊,十几天钓五条鱼,可以啊,我们这边自愿不行 十几天就能钓五条鲤鱼已经是很好的了 你看我的视频前几期,在那里抽白条 那个干子在那里都纹丝不动,动啊,还是那个翘嘴 我说是不是现在人都早上来了,他说 前天他四点钟来的,人家三点钟就到地方了 你说厉不厉害,我说那是不是夜掉的,不是夜掉的,早上来的 自从知道了早上能种鱼之后,早上来的人特别多,钓到七八点钟人家就走了 我说我起不来,太太早了 他说现在这个鲤鱼开口,活性还不是很好,还不开口还不是很好 早上人静的时候,是他的窗口期,活动觅食量比较大 那时候啊,钓鱼钓的都挺多,都有鱼货 我说呢,我说在这里钓了那么多天,怎么都钓上来鱼 他说最多的一个人啊,他们父子俩在那里钓了一晚上,钓到第二天八点 钓了十五条,兄弟们,两个人钓了十五条,厉害吧 真是不知道一笔吓一跳,厉害,真厉害 他说你明天早上来吧,明天早上来,百分之八十你能钓到驴 起不来啊,兄弟们,我到钓点,开车也要半个小时 然后你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开车再到地方,再弄弄东西 我是起不来,就是上午,或者下午钓一会吧 钓不到驴,我感觉无所谓了,等天气逐渐变暖之后 才是驴活性的时候,才开始咱们钓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不相信他不吃钩 怎么样,兄弟们,你们那边现在驴驴好钓吗 都是用什么钓的,我们这边兄弟们,用伤民耳钓驴 你想就不你想,一口不会给你 给你的也就是鲫鱼,白条,麦碎,其他的就不你想 我们这边,我就从来没有,也钓哈,我就从来没有见过 或者是听说过,谁用伤民耳钓上来过驴驴 伤民耳,老三样钓上来过,我也钓上来过 就那个罗里拉什么驴驴儿钓,兄弟们,没钓上来过 兄弟们,你们那边怎么样钓驴,怎么钓的,兄弟们 现在开口好吗?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那里守一天,守不到一条驴驴,然后口就不给 然后别人去的早或者去的晚,就能钓上来驴 要不行,过两天,我去早一点,然后去玩一下 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起来 夜钓吧兄弟们,说实话,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 我不怕蛇,我害怕青蛙 真的兄弟们,我害怕青蛙,我害怕那种 那个癞蛤蟆,我害怕那种东西 蛇我不害怕,我就害怕就那个青蛙 晚上夜钓,有点悬,兄弟们 好兄弟们,咱们本期视频就拍到这儿 你们对这个鲤鱼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一个朋友老是问我,你钓的鲤鱼给我弄一条 一直钓不到,现在我们这边养殖的鲤鱼 兄弟们都13亿斤了,现在今天的鱼琴很贵啊 兄弟们,我也想钓一条给它,但是钓不到没办法 好兄弟们,本期视频就没有拍到这儿 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还有 你有什么方法,好的方法钓鲤鱼 咱们可以互相讨论一下,互相学习,我向你们学习 好兄弟们,拜拜,咱们明天再见 哈喽,兄弟们好,这儿好久没钓鱼了兄弟们 天热,再加上自己本身有一点事情 然后,去了一会儿钓的全是白条麦翠,也没有心情钓 也钓不到大鱼,所以这段时间也没钓 这不,耳料厂家就看不下去了,说我钓不到大鱼 所以给我寄了点钓大鱼的耳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看一下,上面好像是窝鱼 那么咱们今天就拆箱看一下,给我弄来的是什么窝鱼 他说是搞大货的,兄弟们,咱们来看一下 既然耳料到了,兄弟们 那么咱们过几天就继续开着去钓咱们的鱼 哇,兄弟们,说实话,兄弟们,我最喜欢这个 鲜玉米啊,兄弟们,我最喜欢玉米 为什么,兄弟们,在我们这里,兄弟们 钓鲤鱼,钓草鱼,钓扁鱼 这个玉米是最好用的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效果怎么样 但是这个玉米,内玉米啊,在我们这边 用的是非常广泛 99%的钓友,钓大鱼都用玉米 还有一个综合鱼窝的颗粒,这也是钓大鱼的哈 使用方法,串皮结,挂钩,散泡,可以用窝料 这个可以,用这个大窝,用这个钓 钓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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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 这三方兄弟们,是钓草鱼用的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钓到过草鱼 有的钓友钓到过,但是很少很少 这说明什么,兄弟们,说明我们这里 草鱼应该很少,但是也不确定 所以啊,既然耳料已经来了,兄弟们 那么下期,咱们就去钓一下草鱼 看我们这里有没有草鱼 没有草鱼的情况下,咱们兄弟们用这个草鱼耳料 能钓出来什么样的鱼种,兄弟们 酸甜,钓草的酸甜香味 这个是酵香味 这个是酸甜味 这个是酸甜味 这个是钓鱼,草鱼,扁鱼 我们来更新视频 我最喜欢的兄弟们,还是这两样 一个鱼窝,综合的,用它大窝 加上点这个内玉米 然后用它钓 鲤鱼,草鱼,扁鱼 我感觉兄弟们 这个效果应该不错 过几天咱们去试一下 试钓一下,咱们就去那个 白条麦事比较多的地方 我经常抽白钓那个地方,兄弟们 咱们就去那个地方 然后,两根杆子 一根杆子钓底,一根杆子钓服 为什么兄弟们 钓底,咱们手一下大鱼 钓服 咱们钓一下扁鱼 两根杆子 上下都有,上下坚固 咱们看一下 能不能钓到个体 大一点的,打破我今年这个 大鱼空军这个 这个头衔,这个称号 好兄弟们 这几种 我不知道兄弟们,你们用过几种 效果怎么样 这个我是第一次用 耳朵厂家看我 老是空军 钓大鱼老是空军 多好的杆子 在我手里就浪费了 所以啊,我进来点大鱼饵料 让我过一下手影 但是这个资源给不给力 兄弟们 就看这个 就看我了 资源,钓剂,兄弟们 就看我自己了 东西都准备好了 只见东风万事俱备 只见东风了,兄弟们 好兄弟们,本期视频 咱们就拍到这 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 欢迎在西瓜视频 搜索东哥钓鸡鱼 观看更多的视频 好兄弟们,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钓鱼 钓鱼 都差点把命丢了 兄弟们,野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徐州的一位葛先生啊 钓鱼回来之后 开始发热 气管开始出血 有出血点 到医院里面 检查看了之后 最后的结论是 被屁虫给咬了 兄弟们,屁虫 有的地方叫草耙子 这个东西,兄弟们 在那个动物身上 寄生的比较多 我见过那东西 很大一个东西,吸血啊 它把头插到你的皮肤里面 吸血 吸得很薄很薄,它不会跑 它和蚊子不一样 蚊子吸完血之后 它就走了 它一直在寄生在你的皮肤上面 如果发现这种虫子,兄弟们 钉咬之后 你不要去硬拔它 兄弟们 你硬拔它之后 容易把头啊 挺那个 毛在那个皮肤里面 兄弟们,这样子会很危险的 兄弟们,如果发现 你慢慢的 你如果能弄掉 你就慢慢的把它弄掉 如果弄不掉兄弟们,一定要去医院 把它给取出来,要不然很容易造成感染 我估计 一条大蛇 一跳 吓我一身冷汗 兄弟们 还有一次,那条蛇就爬到我鱼竿上面 兄弟们,我抖都抖不掉 你想一下 所以兄弟们,咱们在野钓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 自身的安全 这种匹虫 草边 特别多 咱们在选钓位的时候 不要选那种草丛里面 你选到草丛里面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旁边的障碍物 清理一下 不要身子靠草 兄弟们 还有啊,兄弟们 咱们在野外钓的时候 有的兄弟都是说 就像这个葛先生说的 他每次在钓的时候 他都喷洒那种 沙虫剂 没用,兄弟们那种东西 你喷不过之后 当时没了 但是他过一段时间还是会有的 所以咱们在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然后你钓完之后 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虫的时候 你如果发现有局部的 局部的皮肤的地方有骚痒 你感觉 这里哪里啊 比较痒 那有可能兄弟们 就是那个匹虫钉里面了 他钉到你的皮肤之后 局部会发现 骚痒,红肿 处理一定要得当 兄弟们 如果就像我前面说的 如果你处理不了 不要去硬拔它 一定要去医院 让医生来处理 兄弟们 总之一句话 野钓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兄弟们 你们在野钓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皮虫啦 还有那种 蛇啦 什么的 什么东西 尽量 注意自身安全 不要因为钓个鱼 而惹上什么疾病了 什么麻烦 好兄弟们 本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儿 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 欢迎在西瓜视频搜索 东哥钓底鱼 观看更多的视频 好兄弟们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花了35块钱 今天 买了一个鱼轮 仿车轮 原价38 这两天有个什么活动 变成35 然后我就买了个鱼轮 给大家看一下 钓鱼支架 三十五块钱 我刚开始 玩这个发肝的时候 买的是那个七八块钱一个的鱼轮 那是塑料轮 然后更新换带 现在在那个钓鱼之家买的那个海潮 19块8 买的那个2000轮 这包装带 现在又再一次升级 35块钱 又翻了一倍了 有的兄弟肯定会说一次性到位 买好一点的 钓小鲫鱼啊 我们这里 这种 钓小鲫鱼 大鱼都很少 钓小鲫鱼 就是大鲫鱼也好 一二十块钱二三十块钱的轮子 就足够了 这个是3000的轮子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轮子 它这个官方介绍 这个摇靶是金属的 这个东西是金属的 然后鸡心是金属的 其余全部都是塑料的 它们标注的很清楚 不是金属轮 摇靶金属 它是金属 鸡心 是金属 里面一个轴承 金属 其余的全是塑料 说实话 38块钱 买个轮子 也能用 如果你想追求 手感完美 用的时间长 你可以买个好一点的 如果你钓小鲫鱼 钓鲫鱼用 玩法杆钓鲫鱼用 那么这种轮子 就可以 如果你是个新手 我建议你买 这种轮子 然后 为什么 可以练手 坏了也不心疼 对不对 如果你玩海钓 建议你买好一点的轮子 这个轮子挺顺滑 30多块钱 你能买什么 对不对 我那个19.8块的轮子 我都用两年 这30多块钱的轮子 你想一想 大鱼王的 买好轮子 用的时间长也不一定 你必须要会保养 你不会保养 你不爱惜它 再好的轮子在你手里 也是浪费 也是会坏 就是不好的轮子 你把它给保养好 你也能用的时间比较长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但是 肯定有道理 好了兄弟们 你们玩野钓法杆 钓小鱼 用的轮子是多少钱呢 有没有比我还酷的 买这种便宜的轮子 30多块钱 逆里开关 还是比较好用的 好兄弟们 本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个老师松 怎么都用 用不了 我发现这个螺丝滑丝了 然后修修不好 我用那个结构胶把它给粘起来了 粘起来之后 这东西就是死的了 不能这样收缩了 所以每次啊 还要从下面拧掉 两个单放在一起 我感觉 比较不方便 然后啊 我又在网上 又买了一个后挂 说实话兄弟们 这个后挂这个东西啊 太贵了 我这根支架也就是38块钱 搞活动买的啊 38块钱买的一套 兄弟们 你知道这个支架多少钱吗 支架都快20了 能省一点 我想就试一点吧 20块钱也比那个38块钱 买一个要省一点吧 但是我不知道用过之后 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所以啊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买了一个便携式的啊 咱们来装一下看一下 能不能把它给卡紧 卡紧之后 会不会掉 会不会松动 会不会和我上次那个一样 因为这个应该可以 我看这个 我上次那个坏了 就是这样子 定不死 定不了啊 不能定位 和没有差不多 一放下去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啊 还买了一个 这个应该 好可以 这个可以兄弟们 这个可以定死啊 这样子晃晃不动 这样子晃也晃不动 不用的情况下 和咱们呢 平时一样可以放下来 装到包里面比较方便一点 这个 兄弟们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这种没有 这种让我用结构就要封住了 之前是里面带个卡紧的 如果放下来的时候 一按把这个就松过来了 放上去了 然后一松 它就卡死了 但是啊 它里面那个轴啊 是塑料的 用不几次啊 这个塑料 就磨水了 就没了 所以啊 它这个东西就会来回动 固定不住 看着这个头挺好 然后下面也挺好 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螺丝 它没有这种啊 没有这种外用的螺丝啊 把它给固定紧 没有这种方便耐用 那种看着比较美观一点 但是它实用性不强 所以啊我在网上看买这个后挂 像这种啊 在网上就比较便宜 几块钱一个 就是这种 按的啊 按的可以调节的 几块钱一个 不敢买了 因为这个就没有 就没有用多长时间 用了三四次 它里面里面就磨水 就不能用了 我干脆买一个这种吧 还有一种 比这个要好一点的 20多块钱 还有40多的 短杆子掉几次用 又不是很重的杆子 短杆 能用就行了 所以啊 还是看了这种 外用 外丝啊 可以定死的这种 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用过这种 便携式的这种 是不是容易坏 我感觉个人觉得 还是用这种 外丝可以调节 可以固定的 这种 用着比较方便 用着比较耐用 好了 兄弟们 本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儿 大家的 超网啦 渔户啦 还有这种便携支架 后挂啦 兄弟们是不是经常坏 坏了你们是选择丢了 还是选择配件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大家打出来 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咱们钓鱼人的装备 是修是换 还是 换整套装备 好 本期视频呢 又拍到这儿 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 欢迎在西方视频 搜索中国钓鲤鱼 观看更多钓鱼视频 好兄弟们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北湖火了 空泉绝火是无前例 一个人工湖 一圈全部都是钓鱼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据有人透露说 这个湖曾经有人在承包 在里面养殖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像是承包费这两年没有交 疫情的时候有人去钓小鱼 也没人管没人问 但是有人在 微信上 或者是平台上 发布了一些信息 说北湖 开始钓鱼了 所以啊 就大批 钓鱼爱好者 蜂拥而至 刚开始 钓小鱼没人管 最后开始钓连羽 钓草鱼 钓鲤鱼 一天 那么多人 几百斤鱼鱼货 所以啊 人家 曾经 包藏养殖的 人家就受不了了 就开始驱离 没人管 管不了 驱离也管不了 你在这里赶 它去那里钓 也管不了 所以啊 所以啊 在平台上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声音 反正派的声音 说是 别人养子不能掉 另一部分就是说 湖面也不能承包 是 遂限人民的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所以啊 声音啊 很强烈 但是 这个 你无论是声音再怎么强烈 你无论是 有再多的理由 这一点 有一点你是必须要做到 有几点还不是有一点 你不要阻碍交通 你不要打架头 你不要乱丢垃圾 就因为钓鱼 这几天 经常有就因为渔获 和管理人员 发生碰撞 昨天 孙县政府开始行动了 公安 交通 城管 三个部门 公安和城管 进行人员驱离 把卫生全部又 还有清洁工啊 那里啊 说实话 我看了那视频兄弟们 我作为钓鱼人 我脸上我都没光 垃圾遍地 一个四野景区 垃圾遍地 随地小便 这是一个钓鱼人 该有的素质吗 然后车辆乱停乱放 造成交通堵塞 然后交警开始 距离车辆 公安和城管 开始距离人群 卫生 开始打扫卫生 环卫开始打扫卫生 今天我看了一下 刷了一下 然后一个人就没了 为什么之前你掉那么多天就没人管你 没人喂你 你之前 你再跟管理人员怎么扯 只要不发生肢体冲突 问题都不大 一旦发生肢体冲突 那就是形式啊 作为一个四野景区的一个景点 这个湖 为什么能承包出去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承包之后 你既然没有 呃 续续包合同 那么就不属于你个人的 那就是是是属于大家的 大家去掉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你去掉的时候 你又做不做不好 做不到 自我管控 随地丢垃圾 随地小便 车辆随便乱放 造成交通堵塞 造成污染环境 那么说是我 如果我是北地人 我一样我不会让你在那里掉 为什么 美好的一个家园 美好的一个景区 让你弄得乌烟瘴气 对不对 所以啊 咱们在做掉的时候 一定要爱护环境 无论你在哪里 哪怕是一条野河 你去掉的时候 你弄的 遍地的垃圾 人家本地的人 人家当北地的人 人家去了之后 一看你遍地垃圾 一样会赶你走 你弄的什么呀 好多一个地方上 你弄的都是垃圾 人家别人还需要去捡 造成污染 对不对 所以啊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如果你想有鱼钓 你钓的舒服 钓的好 请你钓完鱼之后 一定要把你的垃圾带走 不要随地乱丢 又不是很麻烦 你看完袋之后 你看完耳垂之后 你的耳垂带 你的生活垃圾 装到袋子里面 然后在路走到路上的时候 碰见垃圾桶 丢到垃圾桶里面 很很简单的一件事 为什么要 非要弄的 都不好看呢 对不对 好了兄弟们 本期话题咱们就聊到这 没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 欢迎在喜欢视频 速度能够钓鸡鱼 看更多的视频 好兄弟们 拜拜 那么下期再见 好兄弟